你挑球,我来帮 欢迎收看和平精英粉丝帮第24期视频 说到粉丝艾特大山 这次将揭秘 暗夜模式无伤过夜之谜 就在近日 游戏中更新出了大家梦寐以求的僵尸模式 刚刚更新不久 就有玩家出了无伤过夜的技巧 其中一个技巧 他是这样说的 一直向前走 蹲在集装箱角落位置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卡点 这个方法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于是我去游戏中 按照他所说的步骤 去证实这个方法 当我来到具体位置 看了看周围 这里的确是个好地方 到了晚上 一群僵尸朝我赶来 其中就有一个远攻击的僵尸 他的技能是使用丢沙包的方式来攻击敌人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 无伤过夜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接着听听他说的第二个位置 当然我们的目标是 要上到中央位置的集装箱上面 沿着钢梁继续向前走 来到他的旁边 对着他跳一下就上来了 可以看到 他是通过第一个技巧 跳到这个房顶上 那么这个位置 是否可以无伤过夜呢 于是我又来到游戏中 爬上第二个位置 并且找到那个会丢沙包的僵尸 可以看到这个距离 也能攻击到我 但说到无伤过夜 这个位置的确可以实现 只要我们不打僵尸 不露头 安安静静的躲在房顶上 就可以做到无伤过夜 但我要给我的小伙伴纠正下 我们既然玩的是僵尸模式 如果不打僵尸 那我们选这个模式的意义 又将何在 就比如喜欢钢的小伙伴 去打斯维斯模式 他们不去钢却躲在家里 等待比赛结束 那这样的操作 也算是技巧吗 所以说选择性很重要 并不是所有的技巧 都称得上崩略 当他的视频结束的时候 他又说了 可以看出 光子的本意 是不想让我们上来的 没想到 却弄巧成拙 间接打造出了一个超级堡垒 那么我再给他纠正一下 光子的本意 是想让我们上来的 因为官方曾发布过两个技巧 其中的一个 就和他所说的一模一样 如果说官方不知道 也不会发布这个技巧 所以小伙伴们担心的修复问题 也将不复存在 因为官方的每个技巧 都不会破坏游戏的平衡 更没有提到过 无伤过业 所以说每个好的东西 有利也有弊 而他们所设计的 那个远攻击的僵尸 就是很好的证明 官方发布技巧的时候 也提到了洋房 并且写到 爬上这个冰箱 然后跳到壳壁的房顶 也可以躲避僵尸的攻击 那么这次 我就给官方纠正一下 你的这个技巧 的确可以爬到房顶 但需要四连跳 第一跳爬上铁架 第二跳爬上铁柜 第三跳爬上冰箱 第四跳爬上房顶 完成操作 但官方公布的这个方法 速度太慢 方法复杂 步骤太多 不妨试试我这招 只需要跳一下 就可以完成它所有的操作 当我们爬上房顶 可以来到冰箱的后方 就是我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小斜坡 我们不需要跳 直接走上去即可 紧接着 跳上这个房顶就可以了 大家想不想知道 这个位置呢 寻思傻呢 赶紧点赞呀 这个位置 就在洋房的西北方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不知这次的揭秘 两位大哥 可否满意呢